这儿有个可以通到江边的通道 落差大概有个8米、10米 底下就是蓝仓江 江面到这个路面 这儿上边是可以走车的马路 中间还有一个是人行步道 可以跑跑步 扣招步之类的 这还有穿着民族衣服的女孩在拍照 一阵香气扑鼻而来 往下走啊 能走到江边 可以走到江边 这多人走出来的小路 江边是个下坡 这是一个坡 估计啊 涨水的时候 因为现在是冬天嘛 冬天水位相对比较浅 所以呢 这河滩都漏出来了 但是啊 虽然现在的水位浅 但是这水流量也相当的巨大 那边还有撒网的 旁边这白的是钓鱼的 对面那帮人也都是钓鱼的 这人还不少呢 这钓的鱼绝对好吃啊 这边还有泡在水里的 它不是泡在水里啊 它是背着个浮漂顺江而流的 就是游泳的 在江里游泳的 这江水啊 虽然它 虽然景洪现在啊 景洪现在最高气温是二十七八度 但也仅限于过了中午十二点 十二点到下午四点之间吧 现在都五点多了 快六点了 这个天气也是挺凉的 凉爽嘛 但是在水里绝对是冷的 刚才 就在那个大桥上 刚从大桥上下来 这个大桥叫云景洪大桥 它为什么叫云景洪啊 这叫景洪市 那个桥为什么叫云景洪呢 景洪以前啊 就叫云景洪 云景洪这仨字其实都是逮宇 云跟景都有城市的意思 洪呢 据说是黎明的意思 所以说云景洪啊 它叫黎明之城 这个地儿 以前这个地儿叫黎明之城 代语的意思叫黎明之城 后来呢 都改成汉字了嘛 因为云跟景这个意思是重复了 所以呢 就把云去掉了 直接就叫景洪 美的跟一幅块一样 几乎天天是这样 白云必然有 蓝天也必然有 一到傍晚呢 这是北 偏北的方向 一到傍晚呢 南边的也有山啊 南边也有山 景洪是被山给包围着的 它是一个盆地 这是偏东南 西南啊 在这个树的后边 一到傍晚啊 这个彩霞就特别好看 一会儿呢 我准备走到这个西双板大大桥 这个就叫西双板大大桥 准备走到那儿 看看能不能看到夕阳 和西双板大桥 在北清酒 现在开市 两个月一天 三个月一天 这边是鸡丸 美的地方 威雅 在北清 川普 哇 animated 祝歹立1385年新年快乐 这个上边啊都是餐厅 因为这边这边人吃饭相对比较晚 所以他们开业也比较晚 像一般的小巷子里的烧烤摊啊 都得天黑以后才出摊 你要6点去可能人家没出摊 一般要7点 至少6点半以后 人家才开始出摊 现在也刚刚在6点出头吧 6点多一点 所以这个餐厅啊 现在还没什么人 等晚上就比较热闹了 又是唱歌呀 又是滑拳呀 又是大笑啊 很热闹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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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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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